老爸送的能端鞋 你这样怎么去见客户啊 那要不把另一只鞋底也扣下来 我发现你脑子里怎么全是电视剧啊 跟我来 欢迎光临 二位随便看看 需要一些什么款式呢 适合他的 上班船的 好好看啊 这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水晶鞋 您看了还喜欢吗 喜欢 闪闪发亮的 那双鞋不适合他 他女人了 他驾驭不了 谁说我驾驭不住了 这双鞋我穿上比谁都女人 你让试试这个啊 来 你来吧 我来给你一个店 你给我找什么 我去店鞋 我突然是想的 你能吗 你去店鞋 你不需要 你去店鞋 你会有的 我想的 你不清楚 你不想看 你没想在 我一 Senhor 你不求 你不客人 我 中文字幕——YK 好 志愿先生可真提提呀 接上吧 稍等 不用了 我自己买就行了 我自己买单 多少钱 一共是三千九百五十 多少 三千九百五十 腿好净 抽筋了 不好意思 没事 你女朋友可真有意思 谁是她男朋友 谁是她男朋友 她是我老板 她是我员工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何建政 这位是我们公司 新培养的花艺师 007 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 后起之兄 何先生您好 我是您的粉丝 很高兴认识你 这次拦惹三连的花艺布景 创意主要由我负责 具体的执行 就交给007负责 看来博总很看重你这个新人哦 非常期待二位的合作 非常期待二位的合作 能够带来一场豪华的视觉盛宴 您放心 我们非常有信心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何先生 您看一下 这次我们这个电影呢 是魔幻大片的定位 结合当下最流行的森林景观 花艺潮流 我想把蓝蕾森林打造成 一个富有神秘气息的 黑暗童话风格 我会选用银河叶 消竹玉 烈叶洗竹玉等叶材 来封出森林颜色层素 适当配以黑蝶大梨花 千叶蓝的颜色 快点 我听说零零七 这次当上博总的副手了 担任电影制警现场的负责人 你消息还真灵通 你说这个零零七 论资历论实力 都排不上这个位置 博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是啊 我也不服气 你们说我们博总 会不会对零零七 有意思吧 不会吧 你们还真别说 真有这个可能 来 根据我观察呀 这个石人花 对零零七说话的口气 明显和对我们大家 说话的口气不一样 珍奇啊 你今天穿这个裙子真漂亮 我穿的是裤子 都一样 人美 穿什么都漂亮 这个宜夜兰还有土麦东 对了 你再去仓库找点钢丝 我想让零零七尝试一下 再不进现场 用钢丝辅助做局部造型 看来这些流言蜚语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你说咱们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你就偏偏不语露金针 独宠零零七一人 我就是对他专业上能力的认可 这有什么问题吗 行了吧大哥 这儿有没别人就我自己 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啊 你的意思是他迷恋我 不是迷恋 是爱情 那就是说他爱上我了 什么叫他爱上你了 爱情是相互的 大柱啊 你又开始拖着你的脑洞了 我对他就是专业上的一种认可 但是他对我呢 最近还是挺奇怪的 他对你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还不是因为周心妍 陈默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把我 戏弄零零七的事情 说出去我就 行行你干吗呀 你离我这么近搞得我好紧张啊 不然你有什么话去说啊 我听着呢 我就跟你绝交 绝交 咱俩这感情这么稳固的 你跟我绝交你至于吗 你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我知道了 我 我不说 我不说 真的 小雅琪 小雅琪 沃南 我还等你出差回来跟我一起见个面呢 结果你半天都不见人 晚上下班一起吃个晚饭 我有一肚子苦水跟你倒 不行 今天我要加班 朋友重要还是升官发财重要 不是 我答应周总了 今天晚上要把方案赶出来交给他 改天吧 我先走了 好 啊 来 啊 啊 好